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共害怕房地产市场崩盘 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此住建部又出台政策 忽悠老百姓继续接盘 财经通讯社2023年7月27日报道 住建部进一步落实好 降低购买 首套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 个人住房贷款 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持 看到这个消息 大家都明白了 他们是真的急了 因为接盘侠越来越少 所以说房贷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有叫来去之间的网友说 所以物欲横流也不是贬义 没有欲望就没有上进心 在日本留学的四个年头里 对于日本年轻人的欲望之低这件事 我感受的是淋漓尽致 不买车 不买房 不结婚 低消费的年轻人在我周围比比皆是 所以没有欲望 不上进 尤其是不买房 那他们能不着急吗 因为债务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大家都躺平 房地产不就完蛋了吗 那房地产市场崩盘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第一房地产市场崩盘可能造成开发商的破产潮 而开发商破产可能会导致出现大量烂尾楼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债务与资产比例约为65% 但一些领投洋公司的负债率甚至更高 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恒大 荣创 碧桂圆 恒大的债务都2.4万亿了 早些时候在江西景德镇时 一个恒大地产项目中购买了住房的人 他们发起的抗议活动 后来蔓延到中国各地其他房地产项目的购房者 根据网上公布的非正式调查 到目前为止 有300多群房主拒绝支付总额高达1500亿美元 至370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 这些烂尾房的受害者 一直在为他们没有居住过的房子再付贷款 现在他们拒绝支付了 第二房地产市场崩盘 银行可能会面临坏账激增的情况 进而导致银行体系的坍塌 很多人说房地产公司从银行贷款的比例并不高 并不会影响银行体系 要知道房地产行业并不仅仅是房地产公司本身 房地产公司从银行借贷没那么多 但是房地产市场崩塌 并不仅仅是影响房地产公司本身 还影响上游的钢材水泥机械木材下游的家装家电 还有材料商建筑商等等等等 这些公司都要从银行贷款 这所有公司加起来 从银行贷款有多少不拖垮银行体系才怪呢 第三房地产市场崩盘影响地方财政的收入 这20来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已经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大头了 教育、社会保障、城乡社区卫生、交通运输 各种需要大把花钱的地方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卖地收入 你只需要花几块钱就可以坐着地铁满城跑 不花一毛钱就可以参观各个大型的博物馆、展馆 这种市政设施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房地产的功劳 房地产熄火以后公交地铁都会因没钱而停运 第四房地产市场崩盘会导致失业率大增 尤其是农民工的没有工作 虽然他们不计算在失业率之内 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里 比如钢材、水泥、混凝土、玻璃、家电、中介、家具、地板、装修等等 如果不幸的身处于这些行业 人们将无法避免的遭受降薪 甚至是裁员无功可打 没有收入 不仅如此 房地产行业的衰退还将间接波及到更多的行业 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用于土地出让金来支撑教师公务员工资 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发放 没有了卖地收入 他们的收入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没看到很多地方教师公务员都在降薪吗 第五房地产市场崩盘也会对股票、基金、保险等行业造成重大影响 很多人的资产配置不仅有住房 还有很多其他的资产 比如股票、基金、债券、信托 但是受经济整体下滑之类 他们的价值也将快速蒸发成一纸空文 在中国 房地产、银行及金融板块占了中国股市五分之一以上的市值 楼市崩盘将直接影响这些板块 股票大跌 其他板块也难以幸免 大规模的资金将造就股市的末日 你还能通过资产多元配置来避免风险吗 很多人高息的理财产品也是投到了房地产上 房地产市场崩盘 这些理财产品也会一夜蒸发 还有几十万亿的社保基金也进了房地产 作为各种金融票据的担保 和作为各种基金的对冲 中国的保险也前进了房地产 社保和保险可是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养老钱 这些钱随着房地产的完蛋也会随之消失 那很多中国人养老钱都没了 上医院看病的钱也没了 奋斗几十年 以为老年能享福呢 哪知道投到保险里的钱没了 交到社保里的钱也没了 六七十岁继续干活吧 房地产市居民已经透支了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 来支撑现在的繁华 现在这一切随着老百姓收入的降低 年轻人口的减少 人们住房拥有率的激高而走到了尽头 但是有太多的行业受到房地产的影响 因此地方政府央行住建部 各个部门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不让房地产市场崩盘 现在住建部又发布了降低购买 手套住房守护比例和贷款利率 改善型住房换购税费减免 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施 但是一点用都不会有 房地产这个尿糊时不时的就被拎出来救经济 而现在不是尿都没了 是肾都快衰竭了 这个叶糊提起来还能有用吗 该来的终究会来 逆经济规律的是没有任何政府能做到 曾经和余政生关系非常非常好 后来跟韩正关系也很好 而且特别是一度时间跟克强的身边人也都不错 说他这个人还挺能折腾吧 而且弄了很多钱 他本人被称为跟当年的陆浩一样 所谓栽培的下一个中央领导人的这么一个预备人选 此人啊腐败至极 家族腐败 个人腐败 玩着国药这一块呢 有很多钱 很多游戏可玩 看看大连市啊 几个副市长被抓起来了 辽宁省几个副市长被抓起来了 这是几乎大连过去八到十年的公安局长 政法委书记 副市长 常务副市长 辽宁省的副市长 常务市长 管国几乎全抓完 这就是东北籍犯罪的一个明显特征 金融领域 政法领域 这就是东北这个地方 这个文化现在已经完全糟糕了 共产党进了东北以后 就把整个东北变成了一个 大家没有任何法律概念 而且全都是外来户 这一帮外来者当年要饭的到东北 无法无天 黑龙江当年韩贵之案 把黑龙江政府干掉了三分之二 然后吉林出来了个王忠宇 然后吉林出来了一个张德江 然后吉林邦以后就没怎么动 然后出了一个孙政才 孙政才直接干掉了 也弄了一拨人 辽宁是一拨一拨的 从来没消停过 一年两年就进一拨 曾兵去了大连以后 想玩点鞋子呢 惹上爷了 结果这那个消灭掉了 那么整个的国药集团里边 很多人都被消灭 特别是现在玩疫苗这块的 不是别人玩的 就那三家 上海的 习家 然后就是王岐山 别人不能玩 像李克强国务院系 你连碰都不能碰 上海里边也就是人家韩正 也就是江家 几乎都是江家韩正来玩 老孟建筑班 然后就王岐山班 然后习家下边的什么 表亲表弟站一站 在西安啊 山西啊 广东啊 天津啊 东北的黑龙江 那个哈尔滨的几个药厂 玩一玩 但你是玩这三级的事 一级全在上海 像郭宝昌复兴是吧 所以说他这小子里边 掺和的很深 利用国药的这个药厂 国药是很厉害的 听说我这完全胡说八道 没有任何证据啊 这个因为他身边很多人 也是咱们战友 大概在一个月前 就知道自己会被干掉 所以就被干掉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